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鼻梁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这一节我们得说一个人 大家之前应该没听过这个人 但是这个人却相当的有影响力 而且这个人其实熟悉政治的网友 或者是在学术界研究政治的网友 一定很清楚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被西方称为普京大脑的 新欧亚主义政治理论的提出者 亚历山大杜金 那这个亚历山大杜金出什么事了呢 就是这个乌克兰 也就等于说西方 指使这些乌克兰的潜伏在俄罗斯这些特务 或者就是已经被渗透的俄罗斯特务 这个去暗杀杜金 但是杜金没死 把他女儿给干死了 他女儿就是说叫杜金纳 被这个自杀时期的炸弹给搞死了 那这个事情确实引起人们的一定的重视 也可以从这个度度可以看得出来 西方的现在是非常着急的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新闻的背景 然后老编再给大家来弄点干货 然后再分享分析分析 外媒莫斯科附近一辆SUV发生爆炸 社会学家杜金的女儿身亡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RT美国美日野兽新闻网等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周六二十日晚 一辆SUV汽车在莫斯科附近发生爆炸 造成该车司机身亡 据俄媒报道 死者为俄罗斯著名社会学家 亚历山达杜金的女儿 达利亚杜金的报道称此次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二十日晚 二十一时四十五分左右 位置是莫斯科以西约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上 有目击者称爆炸发生在道路中央汽车碎片散落各处 根据现场的照片和视频 事发车辆撞到了围栏上并被火焰吞没 现场救援人员称车内一名女性当场死亡 RT称私主身份尚未得到俄罗斯政府官方确认 但多个消息原显示 其为亚历山达杜金的女儿达利亚杜金的 那么报道称根据初步报道 此次事故可能由一个自制爆炸装置引起 相关人员正在调查中 报道称杜金当晚早些时候参加了一场活动并发表演讲 而他女儿也作为嘉宾受邀出席 报道还说在有未经证实的说法称 杜金本人最初计划乘坐事发车辆和女儿一起离开 但他后来坐了另一辆车 综合外媒报道 亚历山达杜金非常受西方媒体关注 他被描述为对莫斯科很有影响力的能物 俄罗斯媒体最新报道称 杜金本人已赶到事发现场 那很明显嘛 这起自刷 最起不就自刷 就是说这起有预谋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 就是针对这个亚历山达杜金去的 那么为什么 这个西方 尤其是这个乌克兰当局 要把杜金给干死 那么我们综合目前来看呢 西方现在很着急的两点因素是什么 第一个 因为我们之前因为由于这个台海这边过于紧张 所以说我们都在分析台海 其实对这边的事情我们没怎么关注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再次来关注起来 一个是两件事情 一个是乌军在攻击扎波罗勒核电站 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 都是要虚弱普京政权 或者说要虚弱俄罗斯 但最重要还是虚弱普京政权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攻击扎波罗勒 前苏联的解体 大家都知道 前苏联的解体跟切尔诺 贝利核电站的这个核爆 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但这件事情不是导致它最终解体的 唯一的一个理由 而是这是压垮苏联最后的一根稻草 那这个就是你俄国人沉重的这个国家记忆了 对吧 我来打击你的国家记忆 同样的让你背负起非常大的这种 道德上的跟这个舆论上的这种压力 给你很大的压力 美国西方就善于给俄国人制造这种舆论 舆论上的压力 曾经美国的侦察机贴在大海航空0074航班 肚皮下面去飞 现在他在台湾这个地方也经常把台湾的民航客机 把日本把韩国的民航客机 马来西亚的民航客机都改 都改掉他们的航空识别代码 企图引用我们的防空导弹和我们的这个空军去击爆这些飞机 来对我们造成强大的国际的舆论 当年苏联把0074航班给打爆掉以后 也是面临的非常大的这个舆论 所以这就是美国西方 他斗他没有任何的策略 他斗他不讲框架的 他斗他就讲无耻下三滥 包括对吧 很多的事情啊 就是冲撞伊朗民航客机了 他都干得出来的啊 包括咱们东航这个事情 对吧 那么咱们要知道 那现在 他在这样做 这是一个方面 在外在军事上 要把赵巴罗伯核给他搞核爆掉 然后彻底他妈的把这些地方啊 给你搞搞烂掉 对吧 你不是要吗 要土地吗 打得这么小心翼翼的 你不是就是想玩好无损吗 现在就把你给干爆掉 我看你怎么办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杜金 为什么要干杜金 因为杜金是普京大脑 当然查资料 资料上不会显示说 他也不是什么普京的大脑 他也不是对普京有什么影响力的 他就是一个疯子式的一个学者 抱着旧这个沙俄时代的这种旧思想 那么其实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啊 我为什么说我让你拍到照片 我跟普京在一起 他就是我的人呢 是不是说他就对普京有影响呢 不是这样的 我普京可以看他的著作吧 而且俄罗斯现在执行的 普京执行的就是新欧亚主义 而杜金就是认为 就是要把这个乌克兰给肢解掉 西部可以甩给欧洲变成一个小国 而基辅地链伯河以东地地区 包括奥特萨这一块 包括整个克里米亚 全部要给他吞并掉 全部要给他吞并掉 就是基辅这一块 他是俄罗斯的这个中心的这个文明的这个思想 就是基辅罗斯公国从这个基辅出来的 所以你会看到普京包围了基辅 对吧 特别军事行动的前半段 先包围了基辅 但是他没有对基辅的宗教场所狂轰滥仗 从来都没有过 这不就是杜金他就是以一种 俄罗斯的一种文明 一种中心的一种文明 他认为他们是一个文明 以这样的方式 他认为他是一个亚洲国家 不是欧洲国家 认为几百年来 俄罗斯为什么向西拓 拓不过去的原因就是在于 我们不要认为俄罗斯是个欧洲国家 我们从文化上来讲 我们是个亚洲国家 我们是披着白皮的大大人 西方人也是对俄罗斯警觉 也是认为说他们就是披着白皮肤的大大人 大家明白吧 所以说那么普京的这个策略就是 按照他的这个策略 包括对克里米亚的这个吞并 这个就是他曾经的这个土地 就解放克里米亚了 然后在现在顿巴斯 卢干斯克这些 一样就是这个道理 包括跟中国的搞好关系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这个杜金他的这个新欧亚理论 他这个理论有一个特点 就是要肢解掉我们 就是说现在的斗争策略是什么 就是俄国 为什么我说我对俄国 大家都是要保持一种警惕 俄国现在 如果说是他按照杜金的策略来讲的话 那现在他是要团结 我们这些亚洲国家 团结我们的目标是打掉 以昂格罗斯克逊为首的 西方海洋文明的霸权 这个普京跟这个梅德维杰夫 俄罗斯的一号二号人物 都是这样讲的 要把昂格罗斯克逊体系小圈子给干掉 要打掉撒旦主义 对吧 这个他们也是公开讲出来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团结中国的力量 那么打掉完他们以后 虚弱他们以后 那么俄罗斯的下一步可能就是 杜金的这个做法 就是把我们的西藏新疆 包括内蒙古地区 因为蒙古已经被他给制结出去了 内蒙古地区跟东北的满洲地区 全部给制结掉 然后但是不是把我们给灭掉 留我们的汉地是汉地18省 然后让我们往南进 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东南亚中南半岛除越南外的所有国家 全部给吞并掉 然后我们就是说变成一个难移型的一个国家 这是他的向南策略 他认为要是 俄罗斯是俄罗斯跟日本是一个轴心 利用海上这方面往外面搞 俄罗斯跟日本是一帮的 俄罗斯跟伊朗是一帮的 扶植伊朗成为中东的一个大的一个霸主 让中国把中国就是往南移 往南赶 把满洲搞掉的话 就是东北东东东东三省嘛 搞掉的话 那么这个对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的威胁 就不是很大 也没有威胁可以阻碍到俄国跟日本之间的这个团结 那么他认为把新疆跟西藏干掉的话 就是说我们对中亚跟南亚的影响力就不复存在了 那么我们只是一个东南亚的一个国家 没办法 他认为是这样的一种概念 所以说我一直都在观察 所以我不是俄粉 我也不会把俄罗斯当成什么怎么样 而是你要去看他这个战略以后 就目前来讲 杜金的新欧亚战略 普京在执行 对中国打扮这种所谓战略伙伴关系 这种关系还搞得不错 也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 最终如果说我们跟俄国结盟 现在干美国 干昂萨 这个没错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但为什么始终我们不搞所谓的军事同盟 原因在于 中共也有 能看清楚这一点 俄罗斯现在是不是在利用杜金这一套 我们也得防着点他 他也得防着点我们 但是在相互防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战略目标是 我们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我们战略目标是把美国给 先削弱他 但不是干掉 俄罗斯是要干掉他们 而我们是削弱他们 为什么 如果俄罗斯做大做强的话 他确实他的地理比我们有优势 对吧 他做大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反而跟美国团结起来 再削弱他 明白吧当年 你知道前苏联怎么被解体的 不就是中国跟美国同时联合起来跟俄国 苏俄打冷战吗 所以你要看到啊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 在我们一些局势紧张的时候 我们往往忽略掉一些细节 我们台海在紧张的时候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访问缅甸 中国外长去缅甸 对吧 也只见他的外长 但没有见缅甸来 但拉夫罗夫直接跟缅甸来去谈的 明白吧 他为什么这么积极的要经营缅甸 那不就是给缅甸来一种选择吗 我不仅是有中国 我还有俄国可以选择 你懂我意思吧 他对缅甸的经营就像在经营越南一样 而且他又是通过印度 卖印度很多武器来牵制住我们 如果说包括我之前讲的 上海中东大学像吴伟这样的人 对吧 包括像严学通这样的人 认为需要去虚弱俄罗斯的 他们这种讲法是没错 是应该去虚弱俄罗斯 跟团结跟美国虚弱俄罗斯 但不是现在 那是30年以后 不是现在是30年以后 明白吗 现在你讲你是属于是有 这个你是这里夹在私货 你已经被美国给渗透了 可以这样子来说你 对吧 但是那是以后的事情 明白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 这个三角游戏是这么玩的 那所以说 包括当时特朗普上台 特朗普上台 特朗普上台以后 他这个西方就看到了一种感觉 就是哇 特朗普对俄国没有像民主党那么的恶心 对吧 因为民主党跟俄国天然就是敌人 因为俄国执行的是右翼的这个政策 对吧 那民主党他执行的就是这种 他是执行的是什么 他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自由主义 白左 那白左跟这种传统的民族主义 对吧 这种俄国那就是敌对的 所以他对俄国天然是敌对的 他认为是整个白人世界的一个绊脚石 他的这种右翼的这种想法 那在这样背景之下 特朗普他认为就是要团结俄罗斯 把最坏的他认为最坏的中国亚洲猴子给赶死 把我们给赶死 那么为什么俄罗斯没有采取这样的方式呢 就是影响以前普京对中国可不客气 中国的渔民在纳霍德卡那个地方捕鱼 对吧 误录了俄罗斯的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他直接就是拿炮炮击打死我们渔民 直接就开火杀掉我们渔民 对吧 包括以前在边境也是成兵很多的 对吧 在很多方面 包括你看 你一直说跟俄罗斯好 到今年他被西方这么大的压力之下 他才刚刚同意终极乌铁路的建造 你看到没有 他一直都在牵制着你的 你别傻乎乎的 就是什么呀 中国为什么不跟他结盟 对吧 他为什么也不跟中国结盟 原因就是在这里 懂吧 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他的这种 他在执行杜金的欧亚主义 那执行杜金的欧亚主义 好 对吧 老兵就说一点 那杜金他该死的理由在哪里了 你已经看到了吧 因为他主张把乌克兰给肢解掉 给吞并掉 那你这样的人对普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等于说你是普京的国师 是普京的张维为 是不是 对不对 你就是说 你已经变成了什么 你已经变成一个战略家 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对吧 你的这种大国 其实新欧亚主义的背后 无非就是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吗 对吧 讲地盘分割 大国沙文主义 他这种大国沙文主义 只是说现在是认为是 他是个亚洲国家 他应该暂时性的团结中国来 借中国的力量来削弱美国 在这样一个大的战略背景之下 那所以说你能看到 他对普京的影响有多大了吧 因为普京真的就是在按照 你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网上 新欧亚主义 你去看一下现在俄罗斯 是不是正在走新欧亚主义这套策略 尤其是对乌克兰 没错吧 杜金被2014年被评为全球学术界 最最佳的一个一个思想家 就是这个杜金 他对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局势 取到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说这样的人 当然会成为西方的眼中钉 露宗刺以及乌克兰当局的眼中钉 露宗刺 当然是需要把它干掉 那这人讲 他手上又没拿枪 又没拿权力 应该是想办法干普京 我跟各位讲 一个国家 首先被敌人要干掉的是谁 你知道吧 首先被敌人要干掉的 就像千学生这样的人 是头号暗杀目标 就像这个伊朗的核物理学家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 现在我们国家首席物理学家 都是保密的 你看邓家坚 千学生 原来他们搞的一些项目 邓家坚 他们都是隐姓埋名几十年的 我们现在国家真正的首席科学家 首席博士是谁 我们也都不知道 对吧 但是就是有这么一个人 如果没有这个人存在的话 我们为什么可以搞出来 打造全球都飞一个小时的那种超高因素导弹呢 这不都是有首席科学家吗 但这样的人名字不会公布的 他是头号 一个国家的物理学家 顶尖的物理学家 他是头号被暗杀掉的目标 第二个就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国师 就是国师 你明白吗 就因为国师的这一套策略 这套理论 这个是影响的决策者的 决策者更换了谁 决策者是这个目标是很难去对付的 但同样的决策者换了谁都一样 但是这套理论你不换的话 是没有用的 所以要把这套理论的制定者给他干掉 明白吗 因为制定者他在不停的在关注这套时局 来康使他的理论 来影响领导人 所以为什么很多学者对张维为到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去讲一些理论啥的 很多学者都会骂他 都是酸腐臭闻人那种那种屌样 吃醋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对于一个学术界的一个学者来讲 其理念 政治理念 或者说其治国理念 被领导人采纳 那是一个光宗耀祖的事情 祖上冒清烟的事 所以说你能明白了吧 他们对领导人的决策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那么你这个杜金 对乌克兰这个局势 而且杜金也是令西方恐惧的能够 他是一个反西方的那个 而且他这套理论挺牛逼的 他就是一个反西方的一套理论 他搞得特别屌 所以这就是他成为西方眼中钉路中刺 乌克兰当局要干死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明白吧 但是从安保上来看 他好像并不是说 有受到很大的安全保护 可能就平时他跟总统什么 跟普京什么 也不是见面 但是可能会电话沟通啊 或者说弄两本书 看看 但是普京确实在执行他的这个策略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板梁王 喜欢点赞电视频 谢谢 谢谢